这不是业吗 那业有那业的因缘 善业有善业的因缘 缘不容易 我把这个念了 还有两个 一切众会广大海 佛在其中最为要 福于法语运种上 此学托门名成若 那么这个就是 夜莫天吧 夜莫天下头就是33天了 33天 这个一下咱们就熟悉了 因为跟咱们接近了 玉皇大帝 四天皇天 因为它跟人类接近 这个天跟咱最接近 咱们所说的天人 所有什么神通 你看武侠小说 都是这个天 一望上夜莫天了 陡帅托天了 塌花子 化了天了 不知道了 大饭天 更不知道了 这个天嘛 就更熟悉 所以以下嘛 以下留着明天再讲咯 今天时间到了 当代佛门起诉 梦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钟 利乐有请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才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 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佛说说 这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 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 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固执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不明 中华护生协会 我 不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改变人生的猫咪 詹姆士是一位流浪艺人 他所有的财产只有一箱衣服和一把吉他 每天他都会在广场上进行表演 詹姆士 天都快黑了 走 我们去喝酒 好啊 你先去 我收拾一下就去 好的 我老地方等你 詹姆士除了弹吉他唱歌之外 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而且他酗酒成性 每次都会不醉不归 猫 这只猫怎么叫得这么惨 该不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小家伙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看得出来 你也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啊 如果我不管你的话 你会死掉的 好了 这只猫的伤可不轻 虽然我处理过了 但还是得好好地休养一段时间 可怜的小家伙 明天我给你买点好吃的罐头给你吃 补充点营养的 哎哟 这个小家伙还真通人性啊 小猫咪 来 吃惯他了 这母事 昨天晚上怎么回事 我在酒吧里等了你好久 你都没来 别提了 还不是因为他吗 昨天晚上我看到这只可怜的小家伙伤得很重 所以就带他去了宠物医院 结果把我喝酒的钱都给花光了 哎哟 你这小家伙吃得不错 还吃猫罐头呢 因为他身体受伤比较虚弱 我特意买一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体 你别说了 这猫罐头价格还挺贵 比我吃的都贵呢 张牧师 你不会打算养这只猫吧 养猫 怎么可能呢 我自己都是有一顿没顿的 哪里有能力养他呀 不过他现在身体有伤 等他身体恢复健康后 我就将他放走 然而 当这只猫恢复健康后 竟然一直跟着张牧师不肯离去 小家伙 你的身体已经康复了 你走吧 不要再跟着我了 好吧 随便你的 你愿意跟就跟着吧 你们看 这只小猫看上去蛮有音乐细胞的嘛 是啊 之前我看到的都是这个街头艺人 自己在这里表演 他身边什么时候多了一只猫啊 这个街头歌手前几天救了一只小猫 从那以后 这只小猫就一直跟在他左右 这么说 这只小猫已经成为他的宠物了 你真聪明啊 小猫就像影子一样 一直跟随着詹姆士 詹姆士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他一起在街上表演 每次表演完 他俩都会集长庆祝 天啊 你快看啊 这只猫还真同人性 竟然还知道和主人集长庆祝 是啊 好可爱的猫咪 如果我家里有这么一只猫该多好啊 怎么 你喜欢那只猫 嗯 喜欢的话你就买下来好了 毕竟一个流浪艺人 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保障 哪里还有能力养宠物啊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朋友 你这只宠物猫真不错呀 是啊 它真是蛮听话的 我走到哪里 它跟到哪儿 简直就像我的影子一样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它特别通人性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不知道你是否能答应我 你有什么请求呢 我想买下你的这只猫可以吗 啊 你想要这只小猫 不过我想它是不会跟你走的 如果它愿意跟我走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会把它卖给我 当然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准备一下 诶 詹母士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它想要买下我的猫 那真是太好了 詹母士 你在这只猫身上可花了不少钱啊 我们这种人哪有闲情养猫 卖给它好了 我得尊重一下小猫的意见 让它自己去选择好了 诶 猫咪 你闻闻 好香的罐头 赶快过来吃啊 喵 喵 詹母士 你以为这只猫舍不得离开你 可是你看它看那罐头的眼神 詹母士 它要离你而去了 是啊 看来这次我输了 要知道 这可是它最喜欢吃的罐头 很贵的 我只给它买过一次 小猫咪 快过来啊 这罐头香着呢 怎么会这样啊 那家宠物店老板还说 没有一只猫能抵抗这罐头的诱惑 詹母士 看来这只小猫是跟定你了 小家伙 既然你选择了我 那我们以后就好好一起来生活了 詹母士 今晚老地方见 一起去喝酒 好的 不见不散 詹母士 我以为你又不会来了 要知道你好久都没来这里喝酒了 前一阵子 一直在照顾这个小家伙嘛 那几天赚来的钱都花在他身上了 哪里还有钱喝酒 不过现在好了 又能喝酒了 小猫咪 怎么了 走 我带你去喝酒 詹母士 快点呐 你在磨蹭什么 这就来 小家伙 这是酒吧 没事的 我带你进去 这个家伙 好像不太喜欢去酒吧呀 你管他 他不喜欢进去 那就让他在门口等着好了 我们进去喝酒 是酒如命的詹母士 这一次又喝得鸣鼎大醉 喝得烂醉的詹母士 在街边睡着了 那只小猫 则像一位忠诚的保护员一样 守护着他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靠近我的主人 真是可笑 你这么一只小猫 竟然还敢对我说这样的话 你走开 不要靠近我的主人 独自量力的家伙 看来我真的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不准你伤害我的主人 为了保护詹母士 小猫拼了命 一边躲避着流浪狗的攻击 一边趁机反攻 最终 他赶走了流浪狗 而自己也受了伤 他回到詹母士的身边 静静地趴下 保护着他 小家伙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喝的烂醉 你也不会伤成这样 从那天起 詹母士竟然真的改掉了酗酒的恶习 而他和小猫的表演 也越来越受欢迎 后来 他们的事被传到网上 并且成为了网红 詹母士因此找到了一份工作 并且将自己和猫咪的奇遇 写成了一本书 如果没有它 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非常感谢这只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